打电话 大家看看整件事是什么事 很怪的 大家首先看 各有各讲 现在就是这样 香港的官都学了 你讲的他不会合你的 然后他讲他自己的 然后要你报道他讲的 来来去全部就是中立媒体都好 就好像我那样都不了 废业构事 因为基本上你看到他 因为太过无厉害 人家说A你回答B 你看看 由头到尾都是这样的 拜登去问 开始问 其实他之前已经摆了姿态 要问你一件事而已 是不是均回他 我告诉你 拜登已经拿到他的答案了 他知道你不敢的了 不过他也要问 那你说 至于我做了你这条论 人家当然知道了 你也知道他要知道 人家的情报知道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是不是 不至于冤枉你的 也不需要 因为他现在胜利在网 就是拜登这边 有些指控你可以说他有道理 赵立坚 不过就是不相干的谋红 就是罗细河里面 他指控他什么呢 赵立坚指控他 我们是给人导物资 你呢 就给枪炮 那你就是承认 你知道他那里有战争 有战争 没错你是要人导物资 人导物资 代替死亡 代替不了的 没有人说人导物资不对 美国没有给人导物资 欧盟全部那些医院 但是你继续扔炸弹才会死人 不是因为有人导物资 是不死人的 所以赵立坚的那些 就讲了别样 基本上又是转而视线 好像我们那些 烧学员那些 一美港打针 就是转而视线 这些是最弊的 赵立坚其实就是在讲这件事 你说他没有道理吗 道理不是那样 别人问你 别人问你是不是要均援他 至于你们细心留意 赵立坚好 习近平好 没有说过一个简简单单的事 我们不会均援 我们也没有均援过他 或者他还没做 我们不会 那就完结了 别人问你这么多句 你都不说 我们最要紧的是防止战争 我们最要紧的是救回平民 我们最要紧的是救助他们 别人在打仗 你又不去添油添火 你给武器就是添人添火 他在被人攻击国家 在别人 我给武器他自围 他是需要这些东西 是不是 也不准我不给救援物资 不给人物资 不给医院医药 你不要炸起来 记者都炸起来 那好吧 大家明白了 现在他一直知道 你老共是给一些军事援助 或者是他的情报显示 你准备军事援助 很明显 这个是紧急的 对俄罗斯来说 因为战争不利 战争不利 应该今天又有信息 打死了个中将 苏花打死了四个少将 少将、中将 我不太熟 这些将军 中将很重要 可能最高的一个 去真前线都被人打死 可想而知美国的情报多厉害 这样的情况 好像死了 美国估计死了七千 乌克兰那里就说他死了 不论是七千还是万五 都是糟糕 因为你整队人都是十万人 十个人死了 就是 你看这片子 没没厉害 整队人 红九斗气 熬熬熬 一驶进去 都不是入到巷战 马公路上都突然 那些精锐部队装 到处找座 那又打死了两个 跟着又炸死了一架车 炸死了一架车 就弄死了两个 俄罗斯这边 不是 乌克兰这边 不停将这些片子给大家看 那些炭头烂了 所以他的可信性就高一点 当然一定有水分 死了几个人 他迟早就将那些死亡名单 都放上网的 死屍、战俘那些 这样被人看到的 战后一定清楚的数字 现在有没有多 有些烂了他就当是 或者打中了他 可能拿走了 那些坦克 人伤了可能已经 混走了 那很多 很多就是厌战 那些可能是审美战 就是俄罗斯的军队 那这个情况 整个大势 美国的军事掌握 就反映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 他已经知道 整个势已经在赢 他只是怕一件事 怕两件事 应该说 普京会不会用核子武器 或者那些毒气 大撒伤武器 就是这样升级 这个这样升级 普京是自己面对危险的 所以如果他敢做 我相信他们的判定 是他不敢敢做 就是普京不敢敢做 敢不敢做整件事是怎样的呢 只要拖下去就完 他输的 断断不信他会拖 拖一年半载 加上他不是有他的 因为全方位制裁他 全方位制裁他 你只有老共帮他 你帮他还是经济上 叫做 叫做 帮不到战场 现在的形势 是 对不对 那好吧 究竟他要什么军事运作呢 我正在研究 他都说不出 就是很多人都说不出 一些军事专家都说不出 可能不是军事运作 怕他帮助他某些军事上高的东西 可能那些旧坦塌给他 我想也不需要 因为他一定有库存 旧了退了的坦塌 他封了他 立刻维修就上阵 那他不一定 而且他现在的问题 并非是没有足够的武器 俄罗斯不是这个问题 也不是那些武器不厉害 那些武器非常之厉害 尤其是那些 那些 那些 氧气弹那些 那些可以特色弹那些 那些 那些是云爆弹那类的 或者他那些 毒气那些 他一定有 他不用到的 那些雜粥弹他都不用到多少 就是不敢用太多 他现在 已经是製造了很多伤亡 平民的伤亡 炸个儿童医院 那 当然 宣传上他就说 不是的 你自己炸的 那你信不信 那你自己想 你怎么帮普京都说不出 我相信你说不出 就是你 你是乌克兰人 军队 你会不会接到命令 去炸自己的医院 你肯去做 不会的 是 就是不会有这种事 不容易 反而是我敌对一方 我又封不了 外面上来就炸自己的医院 这些在俄军 以往的历史是有的 就是他攻进去人家国家 折克那些 以往是历史内 但是近的去到 去到 打阿富汗那些 打进去 我解释过 他先杀了人的总统 先杀了阿明 就是 直接是 派到特警队 就是特工 特总部队进去 围着他 先杀了他 然后就负政权 这样做事的 一向都是 他现在都是用这个方法 不过他计不了 这些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方法 是有效 现在的新科技 令到他完全无效 这场战争之后 完全颠覆了我们传统战争的观点 包括老共 你从头计划过 你到你说 喂 我有把握 不是大家排排坐 放了这些飞机战车 我多过你几倍 那我就赢了 没有这回事 因为现在就是这样 放在这儿给你看 就是多东西 武器多那些 输给武器少那些 但是武器精良 新科技武器 哪一样呢 其实决定了 几样东西 几样东西 里面最致命的那样 就是无人机 现在去到这个时刻 因为最后才出现 真是有系统的 最初呢 先是引你进来 拜登引你进来 然后呢 打什么呢 就是打这个 有你停在那儿 等你那些 補级后勤不行 然后就可以打他那些補级 那些 有限度而已 就是打他那些车 他没有大规模反攻 据说开始反攻 你看你都是借了才反攻 不是大反攻 但是呢 不停地打你那些補级 那些 还有贵的那些军车 贵的那些坦特 贵的那些飞机 而他是用便宜的东西 就是不对称战争 就是一个小小几万元 美金的飞弹十几万元最多 各个就给这些他需要的武器到位 我们讲一下到位了 就是国内瑞瑜 到位的武器 那他是足够克制住他整个东西 就拖着一个田野那里 进又不是 退又不是 都说君治强悉痴 这样就死了 那现在谋局正式解决了 那越后期呢 对他越不利 正式解决了 就是对俄罗斯越不利 因为人家看到你在输 在输 拖都拖死你那种 现在出现这样的现象 暂时来讲一个大城市 较大的城市都没有 完全不敢 他打赢了 不敢进去 那就是要推回来了 现在讲的南部那些 哈尔波夫那些 十几万的城市 十几万人你都进不去 那你就只能够在野外集结大军 但是不停被那些高科技武器攻击 哎 讲的军词这么高 还没介绍 其实有一件事他需要 就是中国给他无人机 因为中国这方面是有研究和开发了的了 俄罗斯有没有呢 有 不多 就是他自己是无人机 因为他没有钱 没有钱 你知道他 他的军费开支六百亿左右 美国是五七千亿 中国都两三千亿 还有很多黑的不用 还有最重要是其他国力 我刚才介绍过多次 他真的摆出来就很厉害那些武器 但是他后勤不够 你看那些精准武器用得多用 放得多放 几百个 就是那些巡航导弹 他省着用 省着用就不行 不行 他扔普通炸弹那些就负存甚多 你说扔手榴弹 你知道中国取了多少个 给你 给你 几亿个 还要扔手榴弹 七十年代做的那些 因为太多了 传了 但是你用不到 基本上现在不用了 还扔手榴弹 现在用无人机 不如去扔那里 你也介绍过 那种弹弓刀无人机 一个扔出去就可以了 他飞 可以几里路范围里面 拿着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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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就死了 而他现在才用 很重要 现在才教他用也要 现在到位 开始有这些武器 罗斯说你给我一些无人机 你就大量生产过 我估计是要他军事上支持 唯一急需的 不是他没有 而是他没做不多 那就要你拿了你的给我先扔 拜登就渴着他 我们最紧要是这招出 现在我们开始赢了 你抵上他 那究竟会不会给呢 两个都不敢 我相信他不会 军事换了一定不会 因为只要扔到你一架 你都大量了 Made in China 因为你说我抹了个名字 但是里面那些中心来的 那些台积电那些晶片来的 抓到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看他不敢 拜登其实说到尾这么大件事 我觉得他只要喝着一样东西 不要给他无人机 因为我们现在最后出这招 就是扭转战局的东西 军事上叫做无人机 当然那些恩来那些 你就给他咯 他用到才行的 你又明白 我又给你那些坚托飞弹 我没那么漂亮都可以用的 用得但是用得 但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这边 乌阿兰这边没什么军车 没什么大规模 放在那里任你打的 那些是兵 那些兵是最难搞的 那些无人机 的确可以在空中 他自己找到 有人在走 判定了这个是军人 那他就把人打下去 或者撞下去 那又死了一个两个 那美国是很厉害的 那些死神无人机更加厉害 现在不是说那些 在天空里看不到那些那么高的 那些那些 那些无人机 而是在战场上就这样扔出去 就这样扔出去 就好像我们在公园里玩那样 飞高是一两里路 但是可以制空几个小时 那么久 而他自己寻找目标 感觉很恐怖 那现在美国给他那一只 我看过是两年左右而已 就是2019年还是2020年才正式 复役 所谓复役才是给军队用 那他都不是各个军队需要用 就是开始 总之是放在那里 那现在一拿出来 那这场战争之后 大家明白了 高科技才决定 一场战争的胜负 现在再不是 不是钢奪红流 不是枪啊炮啊那些 不对定战争更恐怖 要是以小博底 完全可以 看你用得好不好 那现在就证明用得很好 所以呢俄国就一定会输的 这场战 现在输战呢 就想问中国拿东西 那外长就飞了去 讲完这个点 外长就飞了去 跟着玄机遣返 对不对 他又飞了两千里 西德的一张报纸 总之德国的报纸 德国的报纸报道 有人问潮合坚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他怎么说呢 你最好去问他 跟着就骂了 这些人暴谣 一直都是造谣 抹黑 其心可诛 但是不说简单一句话 你看他的新闻报道 一直都是这样制造假新闻 俄罗斯都是说 我会长 一直都是这样 我们不用理他 我们不会再 不需要理他 这些是假新闻 假新闻 常常说假新闻 但是他不会很简单说一句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就简单 其实就明白 其实有这回事 只不过常情可能不一样 所以他不能够回答你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否掌握了什么 那我估计最少是有这件事 是不是这么戏剧 上了飞机转了两千里才飞回莫斯科 还是他这样没去到呢 或者他起飞就回回去呢 或者怎么样呢 或者临时就说不要来了 这样 不过你作故事作得很juicy 我估计呢 保守估计都是临时 喂不要来住了 因为他打电话 拜登打电话来 现在不方便了 有视讯谈了 但是我的私外长 当然是面对面 去到不用自信了 因为是保密了 二来 二来是一个压力 想你帮忙多一点 但是老共很明显就不敢了 我也都相信他不敢 真的提供军事援助 因为一查到 你是不是认为老美 嘻嘻嘻就算了 我看就今次找 没有事都找藉口 屈都屈到你有事 当屈吧 现在你真的被他找到证据 你去军事援助 是一个侵略者 联合国已经谴责了 通过了协议 海牙议通过了协议 拜登昨天 直接用 这个是独裁者 恶棍 流氓 这样形容 这个是war criminal 在那里 你中国一黏在那里 就是你自己吃虧 那当然 中国 我看见 避开了 这些指红 尽量避开 但是呢 香港的红粉那些 就在那里吹 对啊 那其实官方呢 就 曖昧 还有呢 说了其他东西 对抗不等于符合我 的利益 不知道是什么女人 你制止她的战争 怎么制止 叫你出来做和事 不可以 我们人道援助最对的了 其他什么臣都不做 快点午餐肉给她吧 好 完了 今天